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這一次我想介紹給大家 日文裡面的什麼是不動形的部分 我想解釋一下 這裡先看一下 我寫了動詞 還有一形容詞 還有那形容詞 還有名詞 這些的 詞性 課字都有基本的四個變化 這個是初級的 比較前面的部分已經有學過的 大家應該有學過 所謂的基本的四個變化是什麼 就是現在肯定型 現在否定型 過去肯定型 過去否定型的四個變化 那每一個詞性 動詞一形容詞 那形容詞名詞 都有 課字都有四個基本變化 所以這邊有總共十六個變化 我們看一下 休みます 要休息 休みません 不休息 休みました 休息了 休みませんでした 過去沒有休息 然後呢 一形容詞 好吃 おいしいです 不好吃 おいしくないです 然後 昨天吃的ラーメン 過去性 おいしかったです 昨天吃的ラーメン 不好吃的話 おいしくなかったです 當然 過去性是 昨天也是過去 還有 剛剛吃完的ラーメン 也是 可以說 好吃 おいしかったです 剛過的時間 也可以用 五中心 然後這邊 安靜 静かです 不安靜 静かじゃありません 以前 這裡 以前很安靜的話 静かでした 以前這裡不安靜 静か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現在我是學生 現在肯定型 学生 不是学生学生じゃありません 那三年前我是学生学生でした 三年前我不是学生学生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就这样子的课字都有四个变化 那我刚刚这里讲的这个蓝色写的 其实这个叫做丁宁型的四个变化 绿文的丁宁型是正中的语感 带有正中语感的就是叫做丁宁型 那这一次我介绍一下不动型 不动型我现在从动词开始介绍给大家 やすみます的不动型 这个是丁宁型的现在肯定 那不动型的时候这个就是休む 就这样子 然后呢 やすみません 这个丁宁型的 用マス型的话会有丁宁型的 那这个如果不动型的话 やすまない 这样子讲 やすみました的不动型は休んだ やすみませんでした的不动型は休まなかった はい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大家有 动字变化有学过的同学的话 有发现 ね やすみ 其实这个是相当于 自虚型 ね やすまない 这个相当于 ない型 ね 然後やすんだ 这个是相当于 他型 ね 然後やすまなかった的话 这个是相当于 なかった型 ね なかった型是 即使ない型的 ない部分がなかった 的话 直接就なかった型 ね 所以呢 所谓的不动型 是并不是指一个变化 这个ね 原则上 这四个变化 一套 都是 可以叫做不动型 ね はい 那 動字的话 那 大家如果 動字变化有学过的话 那 即使之前 所学到的 自虚型 ない型 他型 那还有なかった型 就是 应用在这个不动型 里面就好 不用去 再学新的变化 不动型 就是 不是指一个变化 就是这四个一起的 叫不动型 那 一型動字的话 什么样的变化 ね 呃 即使一型動字 是 变化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 です 去掉 ね 可字 ね おいしいです おいしくないです おいしかったです おいしくなかったです 那です 去掉 就是不动型 所以 おいしい ね おいしくない ね おいしかった 然後呢 おいしくなかった 通通去掉です 就是不動型 所以非常 ね 一型動字的不動型 是非常简单 一样是四個變化 ね はい えーと 叫做不動型 然後呢 那型動字的话 えー 静か まあ 這裡是ね 一样 ね 但是後面的です 部分 改為 是 然後就 ね 這邊ちょっと先括號一下 だ ね 然後 静かじゃありません 是 静か じゃない ね 這樣子 ね 静かでした 的話 静か だった ね 所以でした 變成だった ね 静か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がいじゃなかった 静か じゃ なかった 就 這樣的變化 那 這個變化的話 大家 まあ 配起來 ね ですがいだ じゃありませんがいじゃない ね でしたがいだった 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いじゃなかった ね 只要配起來的話 通通所有的那型動字 都這樣子變化 比如說 熱鬧 にぎやか 那 にぎやかだ にぎやかじゃない にぎやかだった にぎやかじゃなかった ね まあ 還有 漂亮 ね きれいです きれいです 是那型動字 ね きれいだ きれいじゃない きれいだった きれいじゃなかった 就這樣子 ね 所以 這個變化的部分的話 這個 だ じゃない だった じゃなかった 這個 ペイジライ 所有的那型動字 都OK ね 再來 名字 其實 現在肯定 現在否定 過去肯定 過去 否定 ね 其實這個 看一下 定音型的時候 です です じゃありません じゃありません でした でした 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完全一樣 那型動字 那型動字 跟名字 不一樣的 就是在 接名字的時候 才會有不一樣的部分 名字接名字是 No 那型動字 接名字的話 那 這個不一樣 但是呢 像這個的時候 就一樣嘛 那就是 普通型的時候 也是 だ じゃない だったじゃなかった 這樣的 一樣的變化 ね 那就是 学生 這裡就 掛號一下 だった 那為什麼 掛號 我等一下會講 然後 学生 じゃない 學生 じゃない 然後 学生 だった 然後 学生 じゃなかった 就這樣子 那這樣子 就是 紅色 寫的 就是 普通型 然後 藍色 寫的是 叮嚀型 然後 當然 每一個 詞性 動字 一形容字 那形容字 還有 名字 各自都有 叮嚀型 四個 還有 普通型 有四個變化 這個 像這個是 叮嚀型 跟普通型 的 變化的部分 那接下來 我想 介紹給大家 什麼時候 用到 這個普通型 跟 叮嚀型 的差別是什麼 我想 介紹給大家 再來 那剛才我們 所看到的 普通型 是什麼樣的 存在意義 我想在這裡 介紹一下 可以說 普通型的存在意義 可以說 兩種 一個是 用在 文末 使用 就是 使用在 句尾的 然後 另外一個是 用在 句中 文竹 也可以說 文型 使用 用在 句中 或者是 用在 文型 有 兩種 意義 あります 那我們先看一下 如果把普通型 用在句尾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 不一樣 我想 介紹一下 那 比如說 這個 我用藍色寫的 都是 叮嚀型 明天 我要向 學校請假 這樣子 講的話 很有 禮貌的感覺 叮嚀型 就會給大家 給對方的 語感 就是 很禮貌 有點客氣 所以 像 空共場合 或者是 跟陌生人 講話 或者是 跟 長輩 長輩 講話的時候 適合 用這個 如果你 跟朋友之間 想要講 我明天要請假 明天 我要 向 學校請假 跟朋友 談話的時候 可以 坦白一點講 這個時候 比如說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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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讲话的感觉 所以日本人是看谁 看对方是 什么样的心理的距离感 比较陌生的话要礼貌的说法 比较清净的话 就是不科技的说法 礼貌的说法就是听你行 不科技的说法就是 不动行 那这个就是 句子的一把的地方 你要用听你行的话 整个句子都让人感觉到 令人感觉到很有礼貌 那如果句位都用不动行来 造句的话 整个句子的感觉给你的感觉是 影响是 一种很坦白的预感 这个就是绿文的 不动行的 很重要的用处 那像这个 这个拉面不好吃 这个拉面は美味しくないです 这样子用美味しくないです 这样子的话听你行很礼貌的感觉 那这个路口 刚才讲不动行 这个拉面は美味しくない 一心论子的话 句调です就是不动行 那这样子讲的话 好像跟朋友讲话的 只差です有没有去 与感就会不一样 这个是日本人的话 马上感受到 大家的话 先就这样子 请这样子理解一下 如果我跟不熟的人讲话 还是要礼貌一点 这个拉面は美味しくないです 那我跟朋友讲话的话 这个拉面は美味しくない 这样子讲就好 这里 ここは昔とても静かでした 静かでした これは现在 过去肯定心 那过去肯定心的话 把でしたが だった 所以 ここはとても静かでした 这里 以前 昔就是以前 非常安静 那这个 安静と静かでしたが 说为 静か だった ここは昔 とても静かだった 这样的话 很坦白的 语歌 然后呢 彼は筑波大学の学生じゃありません 他不是初博大学的学生 这个的话 现在不定心 那如果 这个要害 普通心的话 其实 那心論字跟名字都是一样的 所以 学生じゃありません的话 这个 学生じゃない 这样子 学生じゃない 这样的话 很坦白的语歌 这样子 如果句子一把 用了普通心的话 就 很坦白的语歌 就变成坦白的语歌 就变成坦白的语歌 我们这个 句位是用 叮咛型的 原本然是这样子的 我们 这样的句子 我们叫做 叮咛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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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像句子 句尾都是用普通心的句子 我们这个叫做 普通的 的 句子 所以 聽寧心跟聽寧地 聽寧心的一個單字的變化就是聽寧心 休みます 休みません 休みました 休みませんでした 這個是聽寧心 但是如果把這個聽寧心用在句子的一端的話 整個句子的文題 就是叫做聽寧地 然後如果句話用普通形的話 整個句子的文題就是普通題 這樣子叫 然後聽寧地的來進行溝通的話很有禮貌 但是比較心理的距離感比較有距離的感覺 客氣嘛 所以要有一點遠的感覺 那如果是句話用普通形的話 很坦白 但是如果我跟對方 如果沒那麼熟 直接用普通形的話 對方有一點 嗯 我跟你那麼熟嗎 會有一點 有一點 嗯 怎麼那麼跟我那麼熟的感覺 可能會有方感 所以這個是真的微妙的部分 一開始用聽寧地繪畫 聽寧地鼓動 然後熟了之後用普通題來鼓動 這個綠文的 一個很妙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普通形的第一個 使用的意義 存在意義 再來呢 還有 等一下還有一個 把普通形用在句中 也可以說是用在文型上 這個是接下來我想介紹給大家 再來呢 我想介紹給大家 剛才我講過的 把普通形用在句子中間 也可以說是那個文型上 可以用在文型上的意義 我想在這裡介紹一下 譬如說之前 可能大家已經有 還沒學過的同學也有可能 但是 鉄心家もいいです 可能有同學有學過這個文型 就是可以做什麼什麼的意思 所以譬如說 可以喝酒的話 那這裡用到提心 飲んで 那這個文型的話 就是一定要用提心 其他的不會用到 就是一定要用提心加摩 就是一定要用提心 那這個文型的話 一定要用提心 不會用別的動字變化 不會用別的動字變化 就是一定要用耐心 請不要抽煙的話 煙草を吸わないでください 請不要放心裡 荷物を置かないでください 像這樣子一定要用 耐心 但是呢 有些文型就會用到的是 不止這個 天性、耐心 這種單獨的動字變化 就是用 不動形 就是說剛才講過的 動字的現在肯定 現在否定 過去肯定 過去否定 都有可能會放在這裡 還有一種論字的 剛才講的四個 那種論字的四個 內生論字的四個 名字的四個 並且方式的四個 通通有可能會放的 文型也有 像這個 と思います と思います 是 覺得怎樣怎樣 或者是 認為怎樣怎樣 那這個前面是可以放 只要是不動形的話 動字 一種論字 那種論字 名字 以及現在肯定 過去肯定 都有可能會放在這裡 譬如說異形論詞 現在肯定性 我覺得東京物價很貴的話 就是可以說東京は物価物價 物価が高い 高い就是 普通型用紅字寫 紅字寫好 高いと思います 那這個就是高い 高いです是叮嚀型 高い就是普通型 前面就用到普通型 我覺得物價很貴 像這樣子 有些文型是用到普通型 像かもしれません的話 或許什麼什麼有可能怎樣怎樣的意思 這個也是用到普通型 所以 動詞意形容詞 南形容詞名詞 都有可能會放在這前面 比如說 我想 或許他不會來 彼は 比如說 来ない かもしれません 他有可能不會來 彼は 来ない かもしれません 像這樣的時候 這裡用的是 我剛剛用的是 動詞 現在不定性 来ない かもしれません 這樣子也有可能 それから 還有 時 時 時 有什麼時候的意思 比如說 開車 開車 這次也是動詞 好了 休む 時 像公司請假的時候 上司に 連絡します 連絡します 像公司請假的時候 要跟上司聯絡 那這裡用 現在肯定性 動詞 到現在肯定性 もちろん 當然 其他的詞性 異形容詞 那形容詞 名詞 也可能會放這裡 うんですか 這個是 表示 關心好奇的時候 用的文詞 什麼什麼 到底怎樣 怎樣 我很期待 對方回答的時候 都是うんですか うんですか 來問 比如說 那這個也是動詞 好了 どこへ 行くんですか 行くんですか 你到底要去哪裡 どこへ行くんですか まあ 這樣子 還有 過具型也有 比如說 カバンを買ったんですか 你買了包包啊 ね カバンを買ったんですか カバンを買ったんですか はい 人家注意到我的包包 會高興嗎 ね カバンを買ったんですか 這樣子也可以 所以 うんですか 的見面 就是動詞 一形容詞 那形容詞 名詞 的 刻字 現在肯定 現在否定 過去肯定 過去肯定 過去否定 都有可能會放在這裡面 所以 這種用到普通型的文型 也有 那這個時候 還是 大家要好好把握 什麼是 不動型 不然 就這些文型 都沒辦法 運用 運用 所以 好好注意一下 然後 我剛才 前面的部分 有沒有 記得 現在肯定型 那形容詞 現在肯定型 會有 的地方 我掛號起來 還有 名字的 現在肯定型 也是 會有 那這個 大的部分 我有掛號起來 那 這個為什麼我掛號 剛才我講過 所以等一下會解釋 那現在就解釋一下 其實 有一些這些 用到普通型的文型的時候 要注意 現在肯定型 那形容詞 跟名字的 現在肯定型的部分 需要注意 我這邊就 重新再 寫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來 對 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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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と思います的文型 我觉得怎样怎样 我认为怎样怎样的时候 普通型 放普通型是没做 但是呢 如果拿形容这个名字的 现在肯定型的时候 请一定要写出来的 一定要写出来的 比如说 我觉得明天是下雨天 那就是明天是明天 是明字 现在肯定型 因为明天是未来 未来是用绿文的话 用现在型 所以 所以阿米达 要讲出来达 とおもいます 这样子造句 但是呢 かもしれません的这个文型的话 其实这个刚才的达的部分 不要讲 不要写出来这个达 ですね 所以呢 如果或许明天是下雨天的话 明天是下雨天的话 明天是下雨天的话 明天是下雨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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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もしれません的话 就不要讲出来 如果现在肯定型 拿形容字或名字的话 不要讲出来达 当然 拿形容字名字的 现在肯定型 以外的部分就 不用这些的区别 但是现在肯定型的话 就会有这个差别有 请注意 然后呢 toki的话 toki的话 这个的话 用普通形式没做 但是呢 如果拿形容字的 名字 拿形容字和名字的 现在肯定型的时候 拿形容字的话 请放na 名字的话 请放no 比如说 例えば 民族 拿形容字的话 何がいいかな 例えば 元 元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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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気な 時 元気な時 そうですね 有精神的时候 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这样子 元気な時 色々な ところへ 行きます好了 去各种各样的地方 那如果 名字的话 例如说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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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子也好 名字也好 都是現在肯定性的時候請放那 所以譬如說 那一部大學很有名嗎 那一家大學很有名嗎的話 その大學是有名 有名 然後這裡不能放那 有名那 要放那 有名なんですか 就這樣子 請使用 請放那 所以我剛才那個一覽表的時候 現在肯定性 那形容這個名字的大部分 括號的原因就是這樣子 不一樣的可能會有 所以我就括號起來 那名字也介紹一下 譬如說那樣 那 彼は 例えば男性 独身 独身是名字 独身 何ですか 還是用那ですね 独身何ですか 他是男性嗎 好奇問 他是男性嗎 彼は独身何ですか 所以呢 用普通形的文型的時候 就是那形容這個名字的現在肯定性 到底要不要放那 還是不要放那 還是放那 還是放那 還是要放那 這一點呢 那大家 稍微注意一下 那 普通形就是 就是這樣子 如果 普通形用在 句子尾巴的話 就是 給人家的 語感 就是 禮貌的語感 聽音型的話 有禮貌的語感 普通形來用造句的話 句話用普通形的話 有坦白的語感 還有 普通形是 用在文 文中 就是句中 就是說 用在文型裡面的話 有的文型就是用到普通形 所以 還是需要 這個普通形 好好把握 這個時候 那形容這個名字 他現在肯定性 稍微注意一下 有時候放那 有時候不放那 等等的 差別會有 所以大家請注意 那這一次 我想 這樣子 介紹了 大家 普通形的 存在意義 跟 普通形的種類 我這一次 介紹了 はい じゃあ 皆さん 日本語の勉強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さようなら 我們 有請 知道 有請 對 我們 有請 拍照 拍照